请问Q05公布了全一堆预数价 从13到16万 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 我是叫小头知识 这期视频给大家来跟您聊聊 这台车的动态和静态体验 那么这台车首先从外观来说 我觉得相比A05也好 A06也好 它要更加的有电车感 最突出的就是填在它的前脸 你看它这样前脸近乎于80%的面积 都被隔山覆盖住了 是一个非常有电动味的设计 而且呢你从正面看 非常像Q版的钢铁侠 你看它的眼睛 包括它的嘴巴这一部分 非常的有机械味 那么这台车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它的能耗问题 我们车上坐了4个成年人 而且正常开空调 开音响的情况下 我们大概行驶了接近50公里 最终表显的电耗是14.5度 等效的能耗是4.2升百公里 而且我们全程是80% 都是在高速路 时速大概在80到100之间 大家都知道高速路上是比较非电的 它有18.99度 我们按19度来算 按照SoC剩余25%来计算 大概是75%乘以19度 大概就是14度电多一些 那么按照它的实际 14元5度电 大概跑到25% 跑个100公里 是问题不大的 而它的官方的两种电池版本 一种是60公里CRTC 另外一种是125公里CRTC 你打个八折 就是它的WTC续航 基本上一个是50公里 一个是100公里 这台车呢 它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它有一个强制纯电模式 在强制纯电模式下 这台的电池可以跑到16%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技术上 还可以再增加个10加20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么很多人会担心 你把电池放那么低 会不会对电池造成有损害呢 实际上我有向工程师咨询了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事实上 磷酸铁里 三元利也好 你都可以从0到100之间 这个容量来回来换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呢 如果电池放的太低的话 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电量失去平衡 会导致它的NVH 导致它的油耗 包括它的动力 都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会极度的影响你的驾驶体验 所以这台车呢 它是把最低的电量值设到了16% 那像我之前看比亚迪的DMI 基本上保电可以设置到25% 再往下的话 你就手动是无法设置了 它这种设置的策略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而这台车呢 它电量可以放的更深 也就是保证了你有更长的纯电续航 像我们对这台车城市的电耗 也进行了测试 最终的结果在百公里13.5度电 也是在车上正常开空调 正常开音响的前提下 之后呢 我们将这台车的电量 跑到了最低18% 实际上这台车最低可以跑到16% 但是我们在18%的时候 就开始了它的溃电油耗测试 主要还是以高速为主 车上坐了三个成年人 正常开空调开音响 最终我们跑出了百公里等效 4.5升的能耗 同时可以看到它的电量 但从18%增加到了21% 主要号在5升的水平 同时呢 百公里发了一到两度电 那接下来就说到 它的整个动力这一块了 这套动力跟DMI是 结构上是大同小异的 一套1.5升的发动机 同样都是81千瓦 加一台P1电机 加一台P3的动力电机 不过这台车的整体的电机的输出 时比DMI要更大 它的P1电机就有100千瓦 它的P3电机有158千瓦 就是215匹 比比亚迪的197匹 足足大了20匹 而且它的电机扭矩也有339米 比比亚迪的电机扭矩也略大一点 所以它在满电情况下 它的0百加速可以做到7.3秒 那么为什么它的电机可以做得更大呢 像我们知道DMI 它的电机是六层绕组 它为了增大输出功率 它是在整个电机上增加一套 增压装置让整个电压加大 同而呢 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 提高功率输出 但这台车它是实打实的 用到了在电混界首发的一套10层扁性电机 我们都知道 你这个电线绕组越多 草满率越高 功率密度越大 整个输出就会越强 那么它的功率密度是达到了7000瓦每公斤 整体的功率输出是达到158 而且呢 它整个这套电区的集成度也会更高 我们看它的这套电区呢 像比亚迪DMI也好 像齐渭的那个三脚DHT或者单脚DHT也好 它们都是两个电机是并联的布局 是两根轴 而它的P1和P3电机是一根轴 是一个串联的布局 一般的电区总成呢 是两套电机组合在一起 加单档减速的话 是需要用到四根轴八组齿轮 而这台的整个电区总成 只用到了三根轴六组齿轮 就完成了整个的动力传动 所以你看它的这套电区呢 整个的体积是非常小的 长度只有360多毫米 高度也只有528毫米 所以放在Q05的机舱内呢 就显得非常的小巧 第三个它跟DMI还有一个很不同的点 就是它在能量管理的软件控制方面 要做的更加的丰富 标定的选项要更加的多 比如说它有IM智能的能量管理方式 那么在这种方式下呢 它可以结合导航的地图信息 同时呢 结合整个路面的情况 能够减少你踩下油门踏板 或者是刹车踏板的频率 我们看IM智能模式的时候 就感觉就是你在 比如说前方的路很空旷的时候 你在意识里面 希望车能够多划一点的时候 那么这台车 它就可以划得更久 在些需要平凡刹车的时候 在你刹车率度不够是 系统会主动的帮你加点刹车 然后让车能够更快的停下来 就是减少你的驾驶难度 同时呢 它是将整个燃油和电力 两种动力进行一个综合计算 从而取得一个最有解 大概就是一个电脑 来帮助你控制车辆的这么一个意思 此外 它有高速山地应急 住车充电等等多种的情景模式 在能量管理的软件标的上 这台车要做的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多 那么在驾驶层面 这台车因为没有变速箱的缘故 所以整个的动力输出 非常的丝滑顺畅 丝毫没有顿挫感 我们也开始它过了一段搓板路 整个的顶盘设定是非常的柔软舒适的 整个弹簧上下弹掉的行程也比较长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标准化的加入设定 那么在转向方面呢 整个的方向的设定也是比较的轻柔 中间的虚位很少 在低促下呢 感受到比较细腻线性的阻击力 所以开起来呢 是一台非常容易上手 非常好开的车 这个翻转盘小有小的好处 第一个它不挡仪表的视线 第二个它也不干涉你的腿的活动 而且握在手里呢 非常的好操控 转动相同的盘部下啊 它相比那种大尺寸的方向盘 能够获得更大的转向角度 所以操控这么一台4米5级别的车呢 也是非常的容易上手 那么最后就来说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有178的身高实测 前排头部大约1000多点 后排头部一圈 前排座椅宽度50公分 后排座椅宽度51公分 后排的腿部间距达到了36公分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座椅中间的地板 做到了近乎全屏 来到后备箱 在座椅部放到情况下 整个的纵身是达到89公分 宽度达到了102 高度略低 只有73公分 不过将座椅放到之后 整个的后备箱纵身最大 可以达到184公分 整个的座垫的长度 也达到了154公分 如果将前排天中一下 做一个解衣的双床床 也是足够的 我们打开后备箱地板盖 会发现下方呢 也有比较深的土格 另外我们在这看到 它正在度外放电 它最大可以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 目前外放电的功率是0.3千瓦 这些数据都可以在仪表上看到 此外呢 从我们之前对全A015的充电功率的测试呢 最大可以达到26个千瓦 而像秦的DMI 最大也只能达到178个千瓦 这台车它的理论的充电功率 最大是27千瓦 也比一般的车呢 稍微大一些 实际上呢 潮岩的人也在告诉我们 他们也在做800伏的电压平台 可能很快就会出来了 目前呢 这台车啊 包括整个起源的区内都是做的400伏平台 其实在13到16万的这个价位呢 它已经侵入不到比亚迪宋的价格区间了 那么它跟宋相比的话啊 我觉得第一个 它整个的电车感要更加的强 第二个整个软件标定要更加丰富 第三个 它也是用到了首发的10层比较电机 从电区总成的技术含量来说 也比比亚迪要更先进 第四个 从电池来说 很多人说比亚迪的倒片电池都是自己做的 长安没有自己的电池 但是我要给大家扭转一个观念啊 其实长安的电池起源的电池都是长安自己做的 大部分的电池是来自于 长安跟宁德时代一个合作公司 叫时代长安 出自于这家公司 宁德时代出电芯 然后整个的电池包的外包装 这些东西都是长安自己做的 第五个就是这台车 相对来说 它有更长的纯电续航 比如说日常在市区开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游了 因为大家买差电混动车 90%的场景下 都是宁愿用电 不愿意去游 所以综合来看呢 这台车 它是有自身的比较强的核心技术的 在整个的电混界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车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它正式的上市价格吧